在视频还没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叫吴宝芳 29岁 是广源市第一人民医院 感染科的一名护士 医院25号晚上10点多 我在工作群里得知医院 要组建医疗队 支援武汉的消息 没有跟家人商量 就第一个抢先报了名 当晚就接到了医务科的电话 告诉我被确定为 原厄医疗队队员 我老公满凯 是一名消防员 当晚他在值班 我把自己成为 原厄医疗队队员的信息 发给他 这时候我才想 他会不会同意 刚满三岁的孩子 怎么办 老公出警回来后 才回复我 他其实也很担心 不过他说 既然确定要去了 那就保护好自己 做事情要小心 不能马虎 心里别太紧张 太紧张了容易出错 我其实是担心儿子 跟他说 可怜的儿子 总是看不见爸爸就算了 这次连妈妈也见不着了 凯哥 我想儿子了怎么办 老公回复我 家里你不要担心 只要我轮休 我就回家看儿子 你去了就安心工作 我和儿子 等你回来 一月二十八号清晨 在出征仪式上 赵英明姐姐的老公 对着车窗高声呼喊 她要做一年的家务 感动了所有人 只有我 孤零零的一个人 身边没有亲人送别 当天 丈夫正在执行任务 婆婆还要照顾 睡梦中的孩子 当时 我是含着眼泪 独自一人 登上了出征的大巴车 我被分配到 武汉红十字医院 重症病区 长时间的工作 鼻梁压疮 胶带过敏 双手粗糙干裂 体力极度透支 除了压力和疲惫 还有对家的思念 老公知道我工作辛苦 平时不敢给我打电话 但是要求我每天 必须报个平安 他告诉我 刚开始那几天 儿子看不到妈妈 昼夜哭个不停 现在已经红得好多了 视频时听到儿子说 妈妈 我想你了 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 4月2号 是我们在成都都江燕 休整的最后一天 4月3号 我们就要回家了 这天晚上 在宾馆举行了一场 特殊的离别晚会 节目当中 主持人说 有一个神秘嘉宾登场 开始的时候 我也和大家一起高喊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出场 万万没想到 是我老公 捧着鲜花总上了舞台 表演节目的头一秒 我还在说 凯哥 我们晚会要开始了 我还在给他发消息 他没有回我 这一下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我惊呆了 眼泪 一下就流出来了 他说 出征武汉的那一天 你是现场唯一一个没有家属送行的医护人员 我心里很愧疚 但我想 我是第一个迎接你回家的人 老公唱着一首跑调的我只在乎你 在全场人们的欢呼声中 走向舞台 紧紧地和我拥抱在一起 这是我们结婚以来第一次分别这么久 这样的相聚好浪漫呀 我们下集见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